今天上午 马英九先生率台湾青年 到位于阳明区武权镇毕宫村的马元慈寻根参访 马元慈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 距今约一千九百多年 马元是东汉著名大将 任福波将军 老当义壮 马格果师 这些熟悉的成语都来自于他的故事 马元是马英九先生的先祖 这里珍藏的关于加封加训的文献资料 引起了他的关注 这个是咱马氏加封加训的一个典范 看咱们苗栗啊 有个马家庄嘛 这一系的 它也特别把这篇文章列出来 对 这个熊子言真是说 资料 我们有机会把它收起来 有咱有几本书 这些故事啊啥啊 咱都把那些说 史料上面咱都印了 马元慈内传承历史的石碑 加训等文物典籍 既是马氏家族的根脉文化传承 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绵延印记的缩影 这些真切感知的文化历史遗迹 激发了台湾青年的浓厚兴趣 2005年清明世界 马英九先生的父亲马赫林带领台湾祭祖团 曾到毕宫马延故里祭祖 马赫林老人即兴写诗 抒发自己的爱国敬祖思乡之情 他回到贤祖这块热土啊 他非常激动 座谈会一共开了两个小时 最后嘛 马老即兴写了一首诗 在福丰县马园目前东侧 有一颗马赫林老人回乡时种下的树木 马英九先生轻轻擦拭树牌 并与父亲当年亲手种植的树木合影留念 最后 马英九先生率台湾青年 绕墓一周行三鞠躬礼 各位同学 我们向福坡将军把公之墓 行三鞠躬礼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 鞠躬 谢谢大家 从马赫林老人回乡祭祖的故事 到马英九先生的接续寻根之旅 随行的台湾青年深刻感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更有了自己新的认识和收获 我们的语言都一样 我们语言可以沟通 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风俗民情 每个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欣赏 值得我们去参观 值得我们去认识 这边很多那种历史建筑遗迹嘛 对 我就觉得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我本身就是没熟悉的 很多收获 我已经想到很多教材 可以融入到我的课纲里面了 谢谢大家